你 喂 喂 我是莉莉 我给你打了这么多电话 你怎么都不接啊 我睡着了 那你跟韩清怎么样了 你问这个干吗 我今天看见秦渭把韩清接走了 他们一整天都没有来上班 秦渭一连取消了三个重要的会议 包括和广告商的 这可是不常见的事情啊 莉莉 莉莉 请你不要再来找我了 我已经快要失去韩清 失去多多 失去这个家了 不要再来找我了 拜托你 夏丰 你跟我过吧 我来帮你实现你的梦想 我们可以一起联手打造一个 时尚杂志的王国 那些失去的东西都只是暂时的 只要我们有钱 我们就可以拥有一切 你会有新的家庭 新的妻子 新的孩子 包括 新的未来 只要我有钱 就会拥有一切 莉莉 你不要骗自己了 你一直都很有钱 但这些美好温暖的东西 你一样都没有 我不爱你 如果只是因为你有钱 你一样都没有 我去跟着你 我一辈子都会看不起我自己的 你是可以培养的 夏丰 我们有基础 夏丰 夏丰 多多这几天会跟我在一起 白天的时候 我还是会把她交给沈阿姨 你要是想孩子 你就去沈阿姨那里看她 也可以带她出去玩 不过下班前要送回来 不要企图把孩子藏起来 请你冷静三天 周五晚上八点 我会过来跟你谈具体的离婚方案 不要担心 多多会离开你 我会给你一个合理的探视安排 就算我们夫妻缘禁 你仍然是多多的父亲 仍然有权爱她 关心她 并看着她成长 我不会剥夺属于你的这一切 字幕志愿者 杨栏